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说 像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它有很好的一点是说 你把就是我们该注意的 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像养生 然后像饮食 还有一些是关于按摩 像刚刚你说的按摩 可以快速的去舒缓一些症状 那这些诀窍里面 我有一个很想要请教意思的 就是像我自己很常 坐在电脑前面打字 然后很多时候我要看很多的书 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书 那你有没有什么诀窍 可以帮我们说 这个眼睛的保健方法 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眼睛可以 可能疲劳啊 或者说让我们眼睛的保健养生 可以比较更好一点点 想要听一下你对这方面的建议 是这样的 我的书里头 还有我的很多的节目里头 也都常常提到 有关于眼睛的养生的方法 眼睛的养生呢 除了在按摩穴位啦 饮食啊 都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 眼睛难道说就只是眼睛吗 这才是问题 所以我们在中医的看法 和西医的看法 在这上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西医有个眼科 中医也有个眼科 但西医的眼科呢 就是很local的 在那个地方点眼药水 点抗生素 或者是做这个 做其他的各种方式的一种调节 但中医呢 他却是因为他知道眼睛不只是眼睛 而且他跟五脏六腑也有互相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眼睛跟哪几个脏腑有关呢 最重要的就是跟肝有关 跟肾有关 那么年纪比较轻的人 常常会发生就是眼睛红 眼睛色 眼睛痛这些 尤其是做 常常在做这个电脑操作的人 或者手机 看的很多的人 那眼睛红的机会就特别多 还有就是感染这一类的 那他都跟肝比较有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讲 他是肝火旺了 没错肝火旺了 眼睛就容易发生问题 另外呢 到了老年的时候呢 那大部分的眼睛啊 就是色或者迎风流泪或者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所谓的肾的问题了 而不只是肝的问题了 它就是肾 所以我们在中医学上的治疗的方式 就是从肝从肾来治这个病 但是眼睛呢 它又分为这个黑珠子白珠子 还有呢 就是眼睛的周围的各种各种结构 那例如说 我们在这个黑珠子的话呢 我们认为是肝 是肝的位置 在那个白珠子的部分呢 我们认为是跟肺有关系 而黑珠子里头还有一个铜仁 就是最深颜色的那个位置 那我们认为是跟肾有关系 那然后在这个眼睛的上下 这个眼包这个地方呢 那它就跟脾胃有关系 就是肝心脾肺肾呢 它都跟这个跟眼睛有关 因此我们在治疗眼睛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考虑到 肝心脾肺肺肾五脏互相之间的关系 而来治疗它 或者讲说是养生的话呢 也是靠着肝心脾肺肺肾五个脏腑 到底哪一个跟它最有关系 同时饮食也是这样子 按摩还是这样子 就算是用针灸仍然是这样子 都是从五脏六腑来看这个眼睛 到底它哪里出现问题了 股医师我觉得这个观念有点 让我就是让我更认识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以前 也可能也是以为说眼睛 就是眼睛的事情 好像说对什么事情 都要对眼睛去处理 可是刚刚你有提到的是 它甚至是要考量到我们整体 包含我们里面五脏六腑 里面都要照顾到 然后才会让眼睛变得好 或者说让眼睛的表现 是更正常的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 就是说像是你说要调养 这个五脏六腑 如果是跟眼睛有关的这个部分 在饮食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的饮食 是可以对我们的眼睛保健 是很有帮助的 饮食这方面 古书里头记载 它说肝就是菊花与枸杞 这两个东西 是非常好的保养的这种食物 所以它说枸杞菊花对服 就可以治疗眼睛所有的病 另外它还有说枸杞菊花 立完那么常常服用 就永无目击 就表示说这两个药物 这两个你算是药物也可以 算是食物也可以 那它就能够把这个眼睛 整个的保养好了 那你想这个保养了什么东西 我们就讲保养不是只有用食物 才能够保养 而且比较重要的 除了食物之外 就是我们的起菊 所有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食衣住行 都跟它有关 因此呢 我们要求一个人 把一个病治好 我们常常都会说 你要把这个 就是把你的生活起居改变 那例如说我们讲 我们现在睡眠 大部分的人都是选在这个 搞到什么一点两点才去睡觉 那这个时候呢 已经过了这个养肝养胆的 那个时候了 那养肝养胆 那么在这个十一点 就是十一点到一点 这一段时间呢 算是最好的养肝胆的时间 那么他这个时间呢 刚好也就是睡眠的时间 于是肝胆的运作 在这个时候 假如能够让他好好地休息 肝就不容易起 所谓的肝火了 同样的胆也不容易起胆火了 那这样子肝胆火少了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人的病情 几乎就 就是说对于他的眼睛这个部分 就已经算是完全调理好了 而我们再来问 枸杞菊花 它为什么能够做这些呢 因为枸杞它是养肾的 那么菊花呢 它是养肺的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讲法 这种讲法呢 好我们来看 肺要是把它养好了的话 它就不会因为金克木的关系 而去把肝给伤害到 那养肾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肾呢 它是肾水足了 就会去护就是水呢 能够去养木 于是呢 木是干就干木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 木也被肾水给养了 又因为凭了这个金的气而 木呢就不受这个金的去克制 因此呢这个眼睛就变得更好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么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想法来看 这个枸杞的话呢 枸杞它是里头含有像是叶黄素啦 胡萝卜素啊等等这些 这些呢现代的科学认为 它是可以养我们的视网膜的 因此这个肝肾等等都被在 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食物处方或者饮料处方 而让肝肾都给调整好了 因此眼睛也就疾病越来越少 因此他说这枸杞菊花蜜丸 要是说这样子常服 就可以永无目击 大概就意思也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OK 非常谢谢胡医师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呢 我们就进入尾声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可以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好 拜拜 你是不是经常对自己说 我好忙哦 都没有时间可以休息 可是转过头来你又发现 自己一直在跟别人比较 然后陷入了一种 永无止境的竞争当中呢 我想要推荐给你 刻意放松这本说书影片 这本书会教我们如何调节压力 找回更安定的内在 让我们在生活上面 拥有更好的节奏